李千千 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王爷才不会为了我向你妥协 谁知道呢 这傻子最喜欢做的 就是无用的深情功夫 叶母峰 王妃娘娘可是好不容易恢复神志 你不想她就此香消玉允了吧 李千千你放开她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可以放你走 王爷 自然手中 有边关不险徒 若是将此等机密交到敌军手上 后果不堪设想 边关不险徒泄灭我就重新做 北谷打过来我就打回去 我这次不会再放开你了 好一出江山美人的戏 连我都为之动容了呢 李千千 我自让我带你不保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背叛大猪 你跟他理通外国 究竟应于何为 这都怪你啊王爷 你似乎爱我 你又不全然信我 若被你发现 我是冒充着你的救命恩人 你势必会一怒之下 自死于我 我不如早为自己打算 李千千 三年前我在千五毛宿罪 你哭着让我认你 说你年少的时候 救了一个少年将军 难道这些都是你在骗我吗 我只要稍作打了 你的事情 我就看得清清楚楚 侯男人所 做你心中完美的拯救对象 又有何难 算我好心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秦婉儿 你的孩子并没有死 当日生下死胎的人 其实是我 如今的叶念安 确实是你的孩子 具体情形 你向我的吻婆逼问便知 叶木峰 你连自己孩子的亲娘都分不清 你确实是愚蠢至极 李千千 你这个毒夫最该问死 不是该死 那王爷你要是什么好人 你天性良不 凶残至极 我在你身边的每一天 我都心惊胆战 不过后 我现在就离开你了 李千千 我还要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我 我的孩子并没有死 如此 我便可以安心地去死 你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 婉儿你不要做傻事 王爷 婉儿此生 真心错付 落得如此下场 是我精油自取 婉儿只愿你不要过度自私 致打诸百姓于不顾 李千千 今日你我 同归于尽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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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儿身前 唯一的心愿 便是你能好好对待念安 你我二人 九山半生 我早已累积卷起 婉儿 若让来生 只愿婉儿 从未遇见过你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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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在哪儿 李云哥哥 婉儿妹妹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 在你下葬的时候 我让人偷梁换柱 将你救了出来 放心吧 没人发现 先不可乱动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得很 来人 叫大夫过来 凌云哥哥 是你救了我 那这儿 是你的府邸 婉儿妹妹 先别着急 是我在追查北姑 和大柱勾结证据之事 查到了李千千 正巧赶上救下来 一无封这个畜生 早些知道你后来的境遇 必定更早些救你 对不起婉儿 是我唐突了 但我绝无半分亵渎之意 不是的 凌云哥哥 是我的问题 你救我性命 又为我爹爹翻案 大恩大德 婉儿感激不尽 婉儿 我知道 你为情所生 也许此生都不会再爱 但是无所谓 我只是想要一个 照顾你的机会 我明白 只是 我还想再见一见 我的孩子 婉儿 对不起 是我父女 我不该听信别的老人 我是你对我的真心 该死的人说 王爷 您已经在此过了三日了 再这样下去 您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婉儿 你应该在黄泉路上 也不想再见到我了吧 像我这样薄情寡义 怎么能这么安静地去死 我应该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想着你对我的好 和我对你的坏 把这一腔的悔恨 如此孤独重要 婉儿 你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会认真地去做 我会把念安抚养成了 然后把王府上下都交给他来打人 这样 我就可以安心地去死 婉儿 你不要走太快 躺一躺好 下一次 换我来爱你 我会拥挤我的一切去爱你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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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婉 婉婉 婉婉娘娘 婉初知道你没有死 你这么好的人 老天怎么会舍得让你去死 婉婆 婉儿 婉儿多次受您照顾 实在感激不尽 婉妃 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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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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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婉婉婉 触摸摸地看着你 娘 娘真好舍不得你 来人了娘娘 我带您从货门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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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 快走 这边 晚安 走吧 快 婉儿 我刚才听到了婉儿的声音 是婉儿回来了吗 王爷 你或许是最近没有休息好 出现了幻觉 王妃娘娘已死 怎么还可能说话呢 不可能 绝对不是你说的这样 我刚才听到了婉儿的声音 她说她很想念念安 对 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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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安在笑啊 念安 你看 念安她在笑 她一定是见到婉儿了 她才笑的 她平日里都是哭的 娘 你听见了吗 你看她刚才叫了娘 她一定是看见了婉儿 才会这么说的 婉儿她没有死 她回来看念安了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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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过于伤心 我已与流泊说明 今后 如果叶母峰对念安有一丝怠慢 她会立刻来我府上告知于我 今后你接念安的机会 还有很 可是我却再也没有办法以娘亲的身份出现在念安身边 凌云哥哥 我今日已见过念安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 若你不嫌弃 我们今日便成婚吧 婉儿 婉儿 你不许如此委屈自己 我等这一刻 等了这么久 不在这一时半刻 婉儿 婉儿 是你们婉儿 婉儿 谢天谢地 老天保佑你没有死婉儿 王爷 秦婉儿已死 如今在你面前的只是一缕游魂 婉儿 王爷还是请回吧 婉儿 婉儿 她如今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请您自重 那什么东西啊 婉儿 你还要继续伤害我和凌云哥哥吗 婉儿 你怎么能为了别的男人这么凶 婉儿 婉儿 你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我 忘了秦婉儿吧 我 我 婉儿 你放心 我现在是玉璧清典的状元 获赐釜抵抵官至学士 朝中交友也有一二 宣王想要闹事 没那么容易 是吗 我看你这状元府的戒备实属薄弱 恐怕无法保护婉儿吧 不如我来帮你加强一下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这是私闯官员府邸 按吕当行 本王多年未曾征战 但闯你的空门如同探囊曲 就你这样的软脚虾 怎么能保护好婉儿 婉儿 跟我回府吧 王爷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难道没有保护好我 伤我最深的人 不是你吗 我知道 婉儿 对不起 当时我不应总容千千 也不应该和千千一起去虐待你 我真的都知道错了 王爷 你知道我不是想听这些 后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你能不能有一刻是真心尊重过我 对不起婉儿 我又说错了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才会让你不高兴 以后你不愿意听的 我就不说了 好吗 婉儿 你别赶我走 婉儿 你别赶我走 宣王爷 我尊称您一句王爷 是想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我这里 毕竟是圣上御赐的府邸 你在此大闹一通 若传到陛下耳朵里 你我可能还无所谓 如果不胜利婉儿暴露 你让他如何自处 小子 我警告你 别管本王做事 王爷 你还是回去吧 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要把心思浪费在一个死人身上 婉儿 我跟你待的每一刻都不是浪费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了 可是我已经给不起了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爱你了 婉儿 你真的这么恨吗 原本我以为阴阳两个 已经够让我心痛了 可是现在看来 你不爱我 才是最令我难过的 王爷 你走吧 请婉儿看看从鬼门关中 捡回一条性命 你就能放过我吧 好不好 好 婉儿 既然你不想见到我 那我便走 但是婉儿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我会等到你回头的那一天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所知道的 已经全部交代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 李贤贤 确实是跟我理应外合 准备盗取边防布检图之后 逃亡北谷 除此之外 并未与大陆国其他官员 有过任何来往 更不知道你所说的 什么丞相秦司 如此 我知道了 话也说完了 可以放我走了吧 两军交战 不斩来时 何况眼下 北部于大陆 邦交正常 为了一个女人 王爷不至于当真 这样和我动手吧 为了李贤贤 我确实不在乎 但是你伤害了婉儿 我不会放过你 所有的人 包括我自己 给婉儿造成了伤痛 我一意惩罚 大人 大人 您请求重审前程 向秦司通义判过案的折子 皇上终于批了 当真 此前我多次上奏 全都被压在了大理寺 甚至到不了圣上面前 太好了 千真万全 我听传信太监说 这是宣王爷那边 找到了新的证据 去让皇上大吵了一架 皇上这才同意 重审冤案的 李永峰 他居然开始被丞相翻案 难道是真心悔过了 婉儿 婉儿 李永峰哥哥 我父亲的旧案 进展得怎么样了 是好消息 我们这边提出了 大部分证据 都被大理寺采纳了 按照我从同亲那里 打探的消息 这次 大概定能为老师翻案 爹爹 女儿不孝 愿爹爹能够翻案 为您臣愿得序 高位您在天之礼 婉儿 怎么了 是有什么不妥吗 是宣王爷那边 此次事情 应该是他多方奔走 向大理寺 甚至向陛下那里施了压 事情才会如此顺利 如今 我是真不知道 他想做什么了 爹爹 当年您被陷害下狱 婉儿连您最后一面 都未曾见到 是女儿不孝 这些年来 女儿始终活在了后悔 和痛苦当中 如今大理寺冤暗重审 终于唤您清白 不是您在九泉之下 心中是否有宽慰一二 婉儿 不必过于伤心 干什么那毛手毛脚的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你在这里 专门蹲守我们 婉儿 没有 我只是太想你了 我想见一下你 当日在处刑场 我等着最后一刻 婉儿与我相约 一起联名上奏喊冤 却一直没有现身 后来我才知道 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误会我与婉儿之间的关系 就锁在家中 不得出门 我误会你了 多年前 你就对我们家婉儿 觊觎已久 休想有福之父 还多次想去我府里 去诱拐我夫人 我没打死你就算不错 够了一目风 非要当着我弟弟的面 这么不堪吗 婉儿 明明是他先 我 婉儿 我错了 我不该在丞相面前造词 我错了 婉儿你别哭 婉儿 你现在连碰我 也让我碰一下 我不愿让你碰我 我更不愿见你 王毅 你先回吧 婉儿 我这次为了丞相翻案 我去了很多的官府宅地 平日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连皇兄我都去求了 还被他奚落了很久 王爷 你说了这么多 到底是想从我身上 得到些什么 可惜婉儿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给你的了 婉儿 我做这一切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不是想向你邀功 我也不是想威胁你 我只想跟你说 我再改变 我真的在为你改变婉儿 婉儿 婉儿 你看看我吧 婉儿 婉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婉儿 婉儿 你看一看我吧婉儿 婉儿 我对你好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的婉儿 你别不理我呀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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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看我 我真的我会崩溃的 王毅 这些话你在三年前说了 该有多好 可惜已经晚了 婉儿此生 此心已死 你五不热了 不要再互相折磨 好不好 不婉儿 不可能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我不去想你 不婉儿 还不婉儿 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好吗婉儿 可是我已经不爱你了 不婉儿 不可能 我可以五热你的心 我不信你对我没有感觉婉儿 你再看我一眼 就一眼 是叶木峰 别听婉儿已经言辞拒绝你了吗 她现在不想看到你 请你离开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婉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好吗 你 此生我知道她平安幸福 便宜足够 叶木峰 你休想拿孩子来威胁我 你还也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会 做这种事情呢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还能是什么人 冷心冷情 迫害发妻之人 找死 王爷 请你住手 我不会从你这里 获取什么东西 也希望你不要再来找我 婉儿 我们走 大人 宣王又错东西来了 咱府上后面那条小道都快堆不下了 只能往里抬了 这次又是什么 环佩首饰一箱 和新样式的裙袍一箱 你去告诉王爷 我不会受的 叫他死心吧 我已经说了数次了 可是宣王府的人根本就不听 据说 如果他们没把东西送过来 扛回去了 会不会王爷当场鞭打的 这宣王 当真是凶狠残暴 你去告诉他们 我伯日 即将与凌云哥哥成婚 若是他还继续送来 我便当作鹤里收下 穿着他送的东西 和凌云哥哥成亲 婉儿 你当真要与古凌云成婚 你怎么进来的 出去 不然我喊人了 婉儿 你不叫我进来 可是 我一想到你要跟古凌云成婚 你要变成他的人 你以后会忘了我 我真的忍受不住 婉儿 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 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 但是我一想到 你要跟古凌云成婚 我就发疯的要死 你为什么要选择古凌云 而不选择我 他哪一点比我好 因为他不是你 只要不是你 便比你好上百倍